會生會的快點經典 您看一進來會有這個標準的程式 那麼快點經典當然就是 比較沒時間的時候您可以考慮這樣做 它也是有提供一些範本 有提供一些範本給您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 好 那原則上其實這個應該沒有什麼 簡介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麼 我們進來這邊這個快點經典的部分 影片截取其實這個就 可能大家用到期間比較少 就把它往後跳了 快點經典的部分 您看像進來就像這樣子 那麼 比較剛開始如果是老師第一次用的話 最有一個截取有沒有 截取 請問截取能夠用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是 老師如果您的那個是DV代的話 這個會用得到 第二個 老師有的 有沒有在那個您的電腦上看電視的 欸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U2D啊 有沒有最近不是流行小單嗎 反正你只要是電視劇有改動 塑料就有吃起來了 反正算是找得到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那麼快 因為有些人就是邊看邊錄啊 他就是在電腦上看 所以你如果是有接Cable的也好 或者是有的人用那個電視台有沒有 那一種的 也可以 就是 他的所有的錄影就是從這邊來錄 在截取 另外還有一個來源其實 老師可能會忽略掉 就是我們的webcam 比如說老師如果我在用那個webcam的你要做視訊啊 那個可不可以錄 一樣可以錄啊 一樣可以錄下來的 所以大致上 你會用到截取的主要是這四個範圍 好這四個範圍 另外一個呢 老師在用的時候要稍微分明一下 插入視訊跟插入影像 看起來是很清楚 可是有些時候你會混淆 就是我在插入視訊的時候 我就順便把影片 影片我要順便選照片 很抱歉照片就配不進來 所以你這樣視訊就是要用這一個 照片就一定要這個 你不能說我同時選 所以這個是 您在用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個呢 插入視訊媒體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 格式光臺那邊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是CVD的 你要截取某部分 就是用這個功能 但是強調一下 你要整片 某部分就好了 局部的 因為整片有比較快的方法 用這個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要 就是我 譬如上課我可能需要 某一段你當作教材的 那麼你用這個方式 可以把你的DVD 或者VCD 直接把它結取進來 直接把它結取進來 它可以讓你去選 你要哪一段 這樣就比較快 好 OK 所以你看我如果這邊先簡單的 我們先從這邊 找幾張 好就找這些 影像的素材就好了 來 對不對 你會發現其實 一般現在影片剪接比較單純的做法 大概都跟我們現在差不多 你看剛剛影音的網站也是這樣子 那麼 您會進來之後 當然有需要可能會需要去做調整 對不對 調整順序 像這樣 或者萬一有直拍 紅拍 從這邊來稍微調整一下 那麼它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 您看喔 很多人會忘記一件事情 其實它的素材庫這件也是可以用的 因為大部分都是講到啊我要是不是把自己的東西抓進來 可是 以我們像這樣進來的話 您會發現 好像 一進來就直接撥照片對不對 我想要一般比較標準的影片我們都會有什麼片頭片尾吧 那怎麼辦 您其實可以從它的素材庫找一下 好 您看到了 打開這個 這個素材庫裡面有四句你有影像的 假設你要放一個 這個 影像的就好了 我們來找一張 好 把它丟進來 放到前面 看哪一個比較適合 這個好 好 這個把它拿掉 這樣 這樣你就可以有一個片頭 待會我可以在這邊寫字 好 那麼 我就來這邊 下一步 那您進來之後呢 這裡呢 它就 有這些範本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其實就是 它的範本在台灣都沒有在 這個 繼續賣 沒有什麼新的 那麼它現在範本有分 有HD的 跟一般的 DVD的 一般DVD的 那麼 老師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說您剛剛那邊快點進來 我們會進來的裡面啊 我剛剛是不是都用照片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 選影片也可以選相片 可是今天如果你前面那一段 裡面有照片又有影片 那很抱歉喔 這個時候 你只能選擇影片 就能切換到相片主題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有些老師 我就順便把影片的抓進來 就給我抓進來 就能選這種相片的 好那 假設你要這個 那你點一下 套用 對不對 好 它前面會有一個這樣的片頭 然後在後面 接著就是你的 影片的內容 然後到後面這裡就有一個片尾 這樣您了解了 好 它的這個片頭片尾 從哪來判斷 其實就是這個藍色的地方 這藍色的地方 那麼剛剛老師有發現 其實 它有給我們一個 預測的文字有沒有 那這個文字當然 要修改一下 所以怎麼辦 來這邊點一下 點它一下 先選到 再點兩下 咕咕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來改變它的文字 那麼至於說文字的大小來顏色 我想你直接從這邊就可以直接改 好 甚至如果你覺得一個標題不夠 沒有關係 你想要再打一行字 咕咕 有沒有 這邊 就可以再加第2個標題 第3個標題 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沒有沒有什麼關係的 不見得說你只能加一個標題 那麼 相對的後面這個也是一樣 你點到這邊 點到它 先點一下再點兩下就可以進來 就可以進來 這個是 針對標題的部分 你可以從 這樣的方式來做修改 雖然它這個範本其實 看起來也不少 不過我講過其實 你用一段時間之後就不夠用了 對不對 所以 透過上面那個 你剛剛那個網站 你可以把上面那個網站做好的 拿來這邊當片頭用 或者你中間 用也可以 再來就是這題音樂的部分 因為這題音樂 它剛剛有幫我們做一個配樂 對不對 可是這個音樂如果你不喜歡 你可以從下面這邊 來稍微調整一下 從這邊來調整一下 把它點一下 好這個不喜歡嗎 叉叉 增加自己的 好那 呃 您剛剛應該也有摳到一些 音樂素材了 所以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這 不知道選哪一個 好 至少不能選這一種 選這邊總會被罵 好啦 首先走 OK 好那麼 您確定之後 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 我們怎麼知道這個影片多長 你們看看喔 我剛剛這樣做好了 他們告訴你影片的長度是54分鐘 對不對 不到一秒 不到一分鐘 可是你的音樂 沒有那麼長啊 對不對 超過這個長度 這個時候怎麼辦 內建的方式 就是像你現在看到的 當你播到最後面的時候 他就自動淡出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有幾種方式可以處理 他眼睛你比較沒有那個比較 就是境界的剪法 他能夠選擇的比較早 但是還是可以做一下 你看這裡 設定影片的 時間長度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首先我們現在用的就是第一個 也就是說你的影片的長度呢 是跟 你內容 一樣長 所以我的聲音就跟他一樣 好 聲音就跟他一樣 那麼 另外一種是符合音樂的節拍和時間長度 那你如果使用這一種的話呢 假如我這首音樂 我朋友兩分鐘三分鐘 整段影片就變兩分鐘三分鐘 就跟你的背景音樂是一模一樣的 那 這樣就很奇怪啊 我的影片只有54秒 多出來怎麼辦 他就重複播放 好 重複播放 所以 這也是 一式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就比較看運氣了 因為他說符合音樂節拍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他會 不斷判斷一下 在哪一個小節是剛剛好的 就在那邊結束 可是不見得跟我們這個實際的這個音樂 會完全相似 所以我反而比較少用這個方式 所以 如果說你要聽完整的音樂 你可以 或者說你的那個 素材比較長的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 好 這樣他會重新算一次 萬一如果老師是照片很多的 或影片真的就比較多的 其實你也可以再多放幾首 取得進來 好 這個地方 好 這邊一首不夠你可以再增加 好如果說你發現了我的 這個歌是比較 長的 那你可以在這邊播第2首第3首 所以你看我們整個影片的長度 有沒有發現這5分多鐘了 對不對 他會重新計算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在我們這個內容的部分 這裡看過一次 上面是不是要還有一次 對不對 他就會再重新 但是他不是完整 一定是一段複製 一定複製 他會稍微再改變一下 他會稍微再改變一下 做一點點變化 所以這個是快點經理 您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地方 您先選好的 其實不要客氣 他的這個素材庫 有一些東西 我們還可以拿進來裡面用 那第二個呢 就是 您在 放的時候 如果有影片的 記得 只能選影片主題 這個你沒辦法選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改整這個 所謂的 標題 纖維 還有這個聲音的部分 好 那最後呢 如果您OK了 就從這邊 準備輸出 那麼輸出的部分呢 您可以直接建立視訊檔 新的視訊檔當然主要就是用在電腦上用 好或者是你要放到網路上 他就是翻一個 影片的檔案 一個影片的檔案 那麼如果您是要放在家電的 那您一定要用所謂的建立光景 因為家電呢 他有 一定的規格 一定的規格 老師我先問一下 您去租 那個DVD的影片啊 您有沒有放在電腦裡面看過 不是放在電腦裡面看影片 我只是 用檔案中管打開來看 看他那個目錄有哪些 你如果是DVD的 他一定會有兩個目錄 一個叫Audio 這個顏色 老師這樣看起來眼睛不舒服 這樣比較舒服一點吧 你會用DVD的 那麼會有一個叫做Audio TS AUDIO 底線TS 也就是說您的那個多多元 是放在裡面 另外一個叫Video 我們的影片 適當是放在這裡 Video TS 所以如果說您要手動裡面去找 適當也可以 那 因為呢 不管說這兩個目錄 裡面到底有沒有資料 家電就是一定要看到他就對了 但我才認得他是所謂的DVD的影片 所以你不能說只建立單一個視線檔 你必須要用建立光碟的方式 不然在家電上播 不過我最近 不過我最近 發遊覽車 我有發現 遊覽車現在時候比較進步 現在都沒有用的 錄影帶也沒有用那個光碟片 直接用那個 內建 硬碟的 直接挑 反正他放很多 比如說我的課 有的要唱歌的啦 有的要看影片的 把他通通丟進去 反正自己選 那種就比較特別了 不過 一般如果說 你的就是標準那個家電 那就 還是要幫你用這種方式建立 那麼除了這 這兩種方法 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您覺得 在眼睛裡面 雖然很方便 也幫我們建立這些資料 可是 他畢竟能夠手動做的東西比較少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可以把它匯到我們標準的程式裡面來編集 在裡面再增加一些 你需要的東西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如果說您按這個建立視訊檔 您可以選擇 這裡有很多格式對不對 原則上其實 如果說您要做什麼 在網路上可以播的 大概就是MP4 或FLV 這樣子應該 相對檔案小 然後您要上傳的快很多 這個大概跟老師稍微 分享一下 那我把畫面就還給老師囉